我們談到華為跟蘋果的 兩個最新的這些手機 都算是高階手機 或許蘋果跟華為 這些相關的角力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產生的一些未來的變化 現在大家會關心 華為推出新的新款產品 似乎想跟蘋果爭高下 對蘋果是不是造成影響 整個話題華為現象 我把它稱為華為現象 要從美中關係 以及全球商業競爭 這個兩個角度來觀察 我們首先看一下美國的反應 就像剛才志生兄提到 對於台灣有4家半導體的供應商 美國做出好像警告一樣 你說這些不是晶片 不是核心的關鍵的設備 比如說無程式的處理 工業廢水的處理 還有氣體的處理這些 看起來不像是所謂光科技 或者其他關鍵設備 為什麼美國要管 因為你可反過來問 如果中國那邊的企業 沒有拿到生產晶片的 那些所謂關鍵設備 那他去搞什麼無程式 廢水處理 氣體的處理 還有相關的配套這些供應 幹什麼對不對 如果就表示說他應該是有辦法 去推動晶片的製造 甚至於量產 他才會把整套周邊相關的 供應商都把它找來嘛 那後來現在已經可能得到一個線索 就是中國買不到的被限制 被管制的那些設備 他怎麼拿你知道嗎 比如說台灣有某些廠商 他有那個設備 然後他把它報匯 拆解 送到中國去 運到中國去 然後重新組裝 所以他不是買新的 他要的那個設備 新款的 他買舊款的 二手貨 然後這些台灣廠商可能賣掉之後 拿錢再去買新的設備 台灣沒有被管制嘛 那可以買新的設備 有可能出現這樣子的漏洞 這樣子的話 關鍵設備買到了以後 然後其他的這個地方繞過去之後 當然晶片生產線就可以打造起來 所以配套的那些供應商 做工業費水處理的 做那個電力供應的 無程式的 一大堆的那個相關配套的供應鏈 整個就會有這個需求嘛 所以美國的動作可以看出來 美國在預防這個中國想辦法 繞過管制 禁運等等 取得了這種可能的突破 所以在大國博弈之下 我們看出來 從晶片到智慧手機 到華為 它變成了一種工具 就是民族主義對抗世界霸權的一個工具 在華為表現出來 那我們現在看那個華為的影響 我們講回商業模式 商業的觀察 第一個蘋果 大家都知道 它的粉絲有相當高的品牌忠誠度 因為蘋果除了性能好 好用之外 它還有一個東西 它還在讓消費者取得一個價值 叫做社會地位象徵 你用蘋果好像就變成一個 不同的社交圈了 蘋果的競爭對手 當然就是谷歌的安卓系統 安卓系統因為開放的 所以有很多廠商 包括日本的 中國的其他廠商 都可以用安卓系統 所以這個蘋果凸顯 它作為一種社會地位象徵 這樣的那個行銷策略 就很像所謂奢侈品牌的那個行銷策略 我不只賣你這個產品 性能很好 外觀很好等等 而且還讓你有一種 社會地位象徵的這個感受 叫自豪感 好 尊貴感 是這樣 所以第一個蘋果是這樣 所以結論就是它的忠誠度 品牌忠誠度很高 蘋果的粉絲換機的話 不會跳到華為 應該不多 它應該是繼續使用蘋果的新款 華為有沒有擠壓到市場 有 它擠壓到的是蘋果之外的品牌 尤其三星 還有中國自己的小米 OPPO Vivo這些其他 所謂非蘋果的品牌 有受到華為擠壓 這個有 所以華為有沒有賣得好 一定程度來講也賣得還不錯 但是不見得就直接是把蘋果拉下來 它想跟蘋果爭高下 但是等於首先去 先要跟三星爭高下 這是第一個觀察 那麼第二個觀察就是 我們看華為的商業模式是這樣 華為它的主力產品 美國打它的原始原因是5G通訊設備 因為這裡有國家安全的顧慮 好 可是華為也做智慧手機 那是這樣子 它用智慧手機賺的錢 去補貼通訊設備這邊 它的通訊設備這邊 它商業模式是這樣 它把整個通訊設備的各個零件 分解之後去找最好的 全球去找最好的零件 然後它把它串起來 變成一種功能很好的產品 然後就第一步 第二步 它開始壓低價格 怎麼壓低價格 它用手機賺了錢來補貼通訊設備 第二個 它用國家補貼 所以在中國的話 國家補貼是很重要的 然後用這樣的結果 華為的5G通訊設備變成一個很特點 就是CP值非常高 它的價格壓低以後 因為它不需要使用高階的 那個5G通訊技術 結果很多發展中國家 甚至於英國或者歐洲國家 也樂於採用華為的通訊設備 這個就讓美國要打它的通訊設備 然後為什麼也要打它手機 因為它手機的賺了錢來補貼通訊設備 這是它的一個商業模式 用手機補貼通訊設備 用國家補貼 那個繼續給它那個通訊設備支持 再來一個就是進口替代 就是原來這是一個普遍應用在中國的 各個科技領域的模式 就是一開始我讓組裝廠進來 從外面引進來 再來的話 引進來的時候 我是從外面進口零組件來這邊組裝 後來零組件不用進口了 我在國內繼續發展供應鏈 就是把供應鏈替代掉 然後最後我不但在國內市場 用我自己的本國的品牌 來取代你的國外品牌 而且我最後還到國外去 在你的地盤跟你競爭 取代掉你的一些市場份額 這整個中國的國際競爭是這樣走的 中間會用到國家補貼 不公平貿易行為 行政勘率等等 來扶持本國企業 好 這樣的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讓中國的經濟我們用觀察點 就是它的特點在於規模 中國用規模 英文叫做Scale 用規模這是它的競爭優勢 它的人口技術大 整個市場規模大 然後規模大以後壓低固定成本 平均的固定成本 這第一個 可是整個商業競爭還有另外兩個 一個第二個叫做範疇 Scope 就是說廣度的問題 再來第三個就是精細度 叫做Sophistication 就是深度的問題 所以技術上 從製造業來講的話 中國可以強調它的規模 大量生產 壓低成本 但是它要上升到廣度 深度的話 它必須建立自主創新能力 這個也是習近平在強調 說中國要從製造大國 變成製造強國 當初推2025中國製造 當初推千人計畫 都是希望發展自主創新能力 而不要只是單純的在那邊 竊取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竊取別人的商業機密 叫做彎道超車 自己講得比較好聽一點 所以最終來講大國博弈的關鍵 在於高新技術 高新技術的關鍵在於建立打造 自主創新能力 好 那麼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 將來中國經濟的前途 跟美中對抗的這個展望 第一個要建立自主創新能力的話 第一個要講的是你要有多元性 就是尊重差異 包容差異 你這個讓各種聲音能夠呈現 這第一個要有多元性 第二個要有靈活性 包括你的組織文化 新的東西進來的話 你能夠快速地去吸收 去消化 要有靈活性 組織文化要有靈活性 制度的應變要有靈活性 你不能動不動搞定於一尊 動不動搞黨的領導那一套 第三個要有自由 就是個人自由 從你的出版自由 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到進一步 言論看不到對不對 進一步要怎麼 思想自由 最後呢 信仰自由 所以要有沒有保護個人自由 從你對待宗教就可以看出了 你知道很多歐洲人 是因為逃避宗教迫害 才跑到移民美國的 所以個人自由的最高境界是信仰自由 你有沒有尊重 宗教自由的問題 如果你連信仰都要管的話 那更不要講言論了嘛 更不要講出版嘛 所以保護個人自由 但是第五點 不保護既得利益 那就是什麼 要開放競爭 所以總共自主創新能力的話 第一個 多元性 第二個 靈活性 第三個 自由 第四個 競爭 最後一個就是保護私有產權 我如果做了研發 做了投入 包括個人到企業 然後這個成果不能保護的話 那我幹嘛去做研發 對不對 我用竊取就好了 用偷的就好了 所以現在你看中國的山寨那麼厲害 表示他們還沒有意識到 尊重智慧財產權 保護私有產權 私有產權是有形的 智慧財產權是無形的 他如果不保護這個的話 他無法真正建立自主創新能力 然後就只能用偷的 用竊取的 用騙的 其他方式 所以長遠來看 從華為看出中國的經濟走向 跟美中關係的話 關鍵在於建立自主創新能力 自主創新能力最後一個關鍵因素是什麼 不是設備 不是軟件 甚至於也不是制度 而是人才 尤其是高階人才的爭奪 美國如果要限制中國的高新技術能力的話 最後一定是要管制高階人才的培育 美國不再會提供各種留學生名額 研究生名額給中國的那個申請者 因為美國不能幫中國去培養高階人才 最後讓中國來到達美國 這樣子美國沒有這麼做的道理 所以你會發現美國開始 限制中國的留學生 研究生等等 高階人才的培養 美國不再幫中國這個部分 所以整個竄起來的話 我們從華為看到背後 美中競爭的關鍵在於 中國能不能建立自主創新能力 你可以從這裡偷設備 買設備 偷技術 買技術 但是最後是人才 結論就是我們用一個台積電來比喻 台積電會有今天關鍵人物 張宗謀 張宗謀這個人才誰培養的 美國培養的 台灣這邊能夠有足夠的多元性 靈活性 來讓張宗謀可以把他的商業構想 商業模式帶晶圓 代工這個商業模式 能夠在台灣建立跟發揮 所以美國跟台灣算是可以銜接得起來 一個重要原因在這裡 所以如果中國要建立自主創新能力的話 他必須在這一點上 學習台灣過去的努力 把美國跟你當地本國的 這個制度文化能夠接起來 然後讓自主創新能夠展開運作 否則的話你可以想方設法繞過去 但是那個都只是曇花一線 我再補充一句 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動能 現在號稱以前是吸引外來 直接投資製造業 再來是國營企業固定設備投資 叫固定投資 再來是房地產投資 還有基礎建設投資 這些投資全部飽和 他們沒有意識到 接下來應該推動的是 民間企業的投資 讓他們去推動創新承擔風險 然後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但問題他們反而在打壓 現在民間的一些發展 所以我是說你要懂得去激勵 提供激勵的機制給民營企業 然後第二個要懂得培養人才 而不是在搞那個硬體的投資 你要懂得對人才 對這種無形投資 對人才的投資的話 包括給他們好的環境 包括教育的投資 醫療的投資 然後住房的解決問題 住房的問題 然後讓人才可以在中國的環境裡面 能夠開始工作 開始運轉 所以這個才是中共的短板